各位朋友,現在又來到深夜27號的三點多 早上再到三點多 原本正在錄錄金手指的電影 分析一下和大家分享一下 正在準備錄錄的時候 想起這件事,也快點錄錄了 再說說可伯 免得影響心情 因為有些YouTuber說他的事 然後上了他的直播看了一點 因為他有一句話,我要錄這段影片 就是當可伯說被子女拿走了450萬的時候 這個女人就說了一句很重要的說話 他們想逼死你 我就決定再開麥克風再說說說 之前他們的分析已經是在之前那段影片 大家可以在我的說明那裏有條連結 或者大家回到上去支持一下我的分析 那個路向都是一直這樣跟下來的 就是這個走勢其實都預計到是差不多了 那麼現在,首先他那個Live 都挺嚴重的 如果你說站在社會道德上面都挺嚴重的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這位新何太 其實他嚴格來說,如果控告不到人的話 又或者在網上揭露了別人的私隱 因為可伯那五個子女 其實跟他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在上一段影片我都已經說了 因為這個女人,他很工心計 簡直就是縮了 但是這個也是直接反映了一個價值觀 一個很扭曲的價值觀 就是關乎錢的價值觀 這個稍後再說 那他就 好像我上一段影片都在說的 我就不重複了 他就完全是想控制著這個男人 那麼 在這個時刻 那一段影片 阿可伯根本上是最後的絕路 什麼叫最後絕路呢 就是 我所說的絕路不是他就釘那件事 不是這件事 而是所說他就來沒有彎轉了 這段影片如果他看到的話 希望可以救到他 而這個女人就未必救得到 那麼 或者我一會兒也說一說他一點點事 那麼阿可伯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阿可伯未認清楚 這個女人 就不會疼愛他的子女 因為那些子女 不關這個女人的事 從頭到尾都不關事的 反而這個女人出現了之後 就令到阿可伯沒有了五個子女 如果阿可伯是清醒的話 我在上段影片已經說過他不清醒了 已經有六人之外之類的症狀 可能出現了 其實這盤數 阿可伯經常都說自己很精明 其實 從頭到尾他都是輸家 到現在都是輸家 我講的是從東章開始播放他們的事件 從頭到尾他都是輸家 原因是為甚麼呢 就是他為了一個不明來歷的女人 接著沒有了五個子女 如果你按照比例 譬如你賭馬 喂大哥 你賭馬賭一隻就好了 現在賭了五隻重要的馬 就只是養了一隻不明來歷的馬 又不知道她是甚麼來的 喂 你以為你好了解這個女人 錯了 錯到無可再錯 在我這條影片裏面 我會比上一次再分析得嚴重很多 阿可伯已經是輸了五個子女 即是輸了 其實就已經是輸了 那接著呢 這個女人為甚麼會控制到她呢 除了是一些所謂的關心 即背後當然是為了錢 有鬼珍愛嗎 如果有珍愛就不用把她推出來 那接著 阿可伯如果你看到我這條影片 你都要小心點去分一分析我 我說話 因為 在這個 你這個新的老婆的家 這個世界呢 沒有那麼多好處的東西 你在那裡又住又整個東西 就當作是你之前買那條東西 當作租和住宿費 和飲食費 好了 那接著麻煩你呢 阿可伯 麻煩你看一看家裡 就有沒有一些叫抗香的石 有一些石頭呢 這個女人因為她這麼供心計的時候呢 我懷疑她呢 在家裡也有機會 就等了一些石頭在那裡 接著用一些迷魂香精 迷魂香精 其實這件事呢 在國內呢 大部分 很多人都知道的 基本上如果你去過寬如場地 或者你去過骨牆 或者你去過卡拉OK 經常都有的 甚至乎賭場都會有這些東西 為什麼呢 這些香精呢 根本上 它不需要點火 好像香薰 就是點蠟燭 或者點香薰 那些 不用的 它簡直是整個石頭在那裡 你都不知道它是有料到的 它只要用一些迷魂香 下去之後呢 令到你很快上癮 那當然 這個女人也知道這件事 那它當然自己也會常癮這件事 那你就看看 留意一下 家裡有沒有一些淡淡的香味 少少的 很少的 就已經是足夠了 那另外一件事 麻煩你留意 這個女人的身上 噴的香水是什麼牌子 那根本上呢 一個女人如果懂得用香水的話 也會懂迷魂香的 那它這麼貪美的話 我懷疑 都是在身上 都會噴了一些香水 又或者是特殊的香水 那當然 這件事我不會去批評它了 我是提議它去找一找 是不是這樣 因為我沒有接觸過這個女人 不知道她什麼情況 但是 在帳面數來說 她應該都是有做這些事情的了 希望可伯你找一找 看看是不是這樣 好了 那 在她的Live裡面 就有一件很嚴重的事情發生了 就是這個女人 由頭到尾都是騎制著那個伯伯 控制著那個伯伯 把紙都寫給那個伯伯 然後叫那個伯伯 就數臭了這個無關 跟這個女人無關的 那五個子女出來 那這件事呢 的確 其實都要報警的了 是吧 網傳都說 那些兒子去報了私隱 其實都是未救班的 就是未救猴的 應該這麼說 不是未救班 未救猴 為什麼呢 其實這個女人 已經是屬於教唆的了 那教唆 如果真的 就是她自己報警不成 告人不成 就反被人被告的時候 她就抱著罪在那裡 這件事就等官 或者她就上庭自己搞 即是我們是吃花生繼續吃 那 但是這個女人 她自己有點小聰明 那 好了 那 跟著 在她裡面 一路數她的子女 一路數臭她 一路數子女的私隱出來 咦 這樣就覺得 過癮 這件事 那 為什麼這個可白 會有這麼多錢的呢 我上一條片 已經是說過 分析過 是她不對勁的了 是的 在她的Live裡面 就說到 她已經在那些子女 那裡 照帳面數 如果照她這樣說 帳面數 是花了二百萬 或者不止 是的 好 再加上先前 只在銀行那四百五十萬 好了 再她又說 即是 已經是 即是 新僱那位 何太 又說 醫病是花了一大塊 好 那帳面數 這樣數下去的時候 按一按手指 只是 所有的數加上 就有八百萬到九百萬 好了 那就 開始分析了 這個可白 找不找到這塊錢呢 大家 深水清的都很明白的了 這樣東西 我沒有證據 就不用去批判她了 大家深水清就 即是大家猜一下了 那她到底做什麼 因為她口口聲聲說 那些錢全部都是她的 她做什麼 可以賺到八九百萬呢 好了 在她的年代 有機會的 因為她說她是做工程的 是的 好 但是工程分很多種 到底是做裝修 還是自己手作仔 還是真的可以建築公司 或者是承包一些大公司 好了 問題出現了在哪裡呢 就是這位可白要交數出來的 你開公司的營運 如果你是剩下來 即是賺到 有八九百萬在這裡的時候 那你家公司的淨市值 就要超過二千萬 才有這個數 因為你燈油火了 因為你要賺到這塊錢的時候 你一定會請人的 那你請人的時候 你做事就算是省仔 你都要拿她的分分證來出糧 現金糧 你都要拿分分證來記錄 那這件事就出事了 即是說你這間公司 正市值是接近二千萬 你才能做到這塊錢出來 即是不可能你這間公司 幾百萬又無端端 即是有八九萬的數 即是八百到九百萬的數 你說你炒樓賺了二百萬的 那你都要有六百萬在這裡 六百萬 那你那個公司的資產值 你就一定要有千二萬到千六萬之間 你才有六百萬的淨資產在這裡 沒有什麼的 那之前又說是賭那種東西 那就輸了一點 那我就相信她 為什麼呢 她做三行的 不賭就有鬼了 以前那些三行佬 如果要找生意 當然要打麻將 甚至乎去黃色駕布 如果她是做三行的 那越說越飄忽 搞到我也覺得她是九不八八了 老人千萬是飄忽到 完全被女人控制著 女人當然都是為了這件事 當然要騎制這些類型的老人家 當然都是很簡單的 因為她以前的職業 和她過往的家庭經驗 要控制這個可白就容易過吃生菜 可以這樣說 這件事就真的 好像我上一段影片這樣說 這個可白 縱使她的為人是這麼PK 真的不是人的為人 這樣的時候 我也覺得她真的禍連 因為她現在連自己做什麼都開始 喪失了那個能力 你說她怎樣可以捱到她80歲 我就看得不 看不到她可以捱到她80歲 應該這麼說 這件事簡直就是悲劇 繼續發展下去 應該都是她如果是照她報警 又說她寫信給特首 即是網傳 那更好 即是自掘墳墓 因為為什麼呢 又再分析了 首先她在Live那裡 就不是這個環境 因為我也免得開她Live 因為很醜樣 低炒 簡直沒有攝影角度 因為我攝影這麼多年 我就不想看到低炒 炒上鼻孔這麼噁心 樣子已經不是太帥了 她低炒那個位置 開Live 接著又在深圳開Live 諸如此類 她又很厲害 這次不暴露自己的行蹤 因為她低炒就想添花板 她可以說在哪裡都可以 好了 但是這裡 這個世界在網上高手很多 必定會查到你的影片 那個來源 是在哪裡出現 因為斷鼓你不會用你那張 手提的那張卡來做Live 是不是 做那麼長的Live 嘩 那張卡就不停消失了 那你多數都是用Wi-Fi 那些東西 Wi-Fi有地址 如果真的高手一查 已經查到你的地方 可能 你直播一間屋 另外一間屋 即是你自己私人擁有那間屋 那你要交一間公屋出來 因為你有屋 你有屋 你有屋 有你的名字 那你之前的資產值已經過了 如果真的差的話 好了 為什麼我又強調這件事呢 這裡又再分析一些 這個可白 如果他是 假裝猛 假裝猛 而這個 這個 新何太 又可能是假裝聰明 即是實質上是蠢人 那 那 他如果要避免了被人審查 那個資產的時候 通常那些人就會是用現金 儲存 又或者是買一些 真是 他口中所說的一些金 金條 那這些呢 全部呢 都是他找個地方去收買的 通常都是這樣 因為你現金 你沒理由成大閘等在那裡 那 接著被人找到 很容易被人找到 那賊仔入屋怎麼辦呢 那當然 這些那麼高價值的東西呢 他自然會有個地方會收買 不知道他外面有沒有其他男人 這個不敢說 或者他是整個集團 我也不敢說 但是 他肯定就是還有一塊錢 自己收買了 因為他很淡定 他由頭到尾都很淡定 好像是沒有為自己的生活去忘憂的 那 仍然都是吃喝玩樂 這樣 很過癮 我們做生做死 都沒有得這樣那麼閒憂的 你看我剛剛做完事 我就趕網那些事 喂 反而這種人呢 就這麼閒憂 周圍去走 就是 告訴別人 多麼恩愛 諸如此類 又有空 又可以自己做一個Live 或者是看看 那些網民寫什麼 自己回應一下 喂 喂 這種人 如果是相關的政府部門 你不查他 簡直就是喪盡天良 對不對 怎樣也要查 為什麼不用做事 對不對 不用做事都可以 這麼悠閒去生活 這件事真的要做事了 對 相關政府部門 那 跟著 講完相關政府部門 我又跌下去了 那可白 又數他的兒子做水警 唉 正正 真是很不幸 我就認識一些水警朋友 認識兩班的水警朋友 那 其實呢 其實呢 他 那些 就是他兒子 是不是真的做水警 而又 有兩頭住家 而又沒有爆出來 而他現在才爆出來 跟著 他水警裡面有二十幾萬一個月 二十幾萬一個月 就很誇張 因為大家 上網一看就知道 我這裡都不需要說任何事情 如果你說得兒子有二十幾萬一個月 是不是連著津貼呢 是不是連著屋子的津貼呢 那 就是說你兒子有十萬一個月 那 網就很容易找到你的兒子出來 如果你有十萬到一個月 那麼在水警裡面 屬於什麼職級 一查就知道 是不是 因為水警裡面 就沒有二十幾萬一個月 因為二十幾萬一個月 年薪就二百幾萬 是吧 那你年薪二百幾萬 就更加容易被人查出來 那你一查就已經查到 嘩 會不會是署長以下的副署長呢 哦 不是副署長 即是在之下的總督察 那一查就查到誰是你的兒子 因為你開了名字 是不是 那我剛才看過的網 就不多覺 不多覺 他說他兒子已經咬了糧了 那我查到之前 都是不多覺 有個這樣的人在那裏 那這些再交給KOL做 因為 就是其他KOL 因為我就 沒有什麼太大興趣去起他的底 就是沒有什麼意義的東西 因為他已經去到這樣的地步 他口中所說的攬炒那樣東西 是真的成真的 但是他攬炒了之後 凡事有動機的嘛 還有那個目的 他攬炒了之後 他的得益者是誰呢 那動機就肯定是 這個女人是推過阿伯出來 就去死的 一定是 因為他現在已經打贏了第一場仗 就是讓可伯沒有了五隻最重要的旗子在那裡 因為那五隻旗子就是要阻撓他去賺這塊錢 那他現在已經斷攬了 那他斷攬的時候 那他現在呢 就找個可伯出來出來 就出一下風頭先 就帶一下自己的明星 要是他那些 就是他那些 自己的網 那個訂閱者急劇增加 那這個 你想想他是多懂利用人呢 好了 利用了這個可伯做了這件事之後 那他人氣是急升 那他還未知道 見好就收 即是未知道自己急升的訂閱 你應該是 中國人有一句話叫做發財納品 他還未認識的 他還未認識 他現在還在享受虛榮 還想再推高些 所以再推個可伯出來 至於他找不找到這四百五十萬呢 就是基本上呢 就是之前已經分析過了 基本上是凍過水的 那這些也不評論 因為等個官判 但是公道是自在人心的 法律也是不外乎公義的 那你這個女人做出來 那些事情很反智 好了 那他現在推過伯去死 已經是出手了 因為他做這個live 從頭到尾都是監控著伯 就是直接推他去死 那這件事呢 就是多數明眼人的觀眾 一看就已經看到了 尤其是我們上一年多的日網 就知道你什麼了 你只有四十幾歲的人 是不是 你那個圈 生活圈子是什麼 根本上我們這些 跑開外面的 見開別人的 event 見人 我們跑那些山嶺 見樹木有這麼多 又這麼清醒 怎會不知道你的想法是什麼 首先你現在就是推阿伯去死 推他快點死 因為為什麼 這個阿伯一說去到報警 一說去到特首辦 基本上這個阿伯就即死了 因為一查他過去 全部起底之後 隨時這個阿伯 如果他說那塊錢是他 即是瞞稅 是不是 如果 他的公司是真的在這裡 是真的賺到這麼多錢的 他 這個阿伯 即是一個老闆 又怎麼會有這麼差的思維呢 你以為做老闆這麼容易嗎 是不是 我上一條片已經講過了 做老闆一點都不容易 你要燈油火了 你要想那些員工出糧 那樣東西 你又要找生意 幾十萬樣東西 我講的是小生意 不要說大生意 這個女人是看那些 即是那些公心計的那些片 看得瘦了 即是以為那些大家族 那樣東西 嘩 經常去享受 經常去消耗世界 那些叫做榮耀 但其實呢 他就不知道 那些大家族要管你一塊錢的時候 就很糟糕 就是要經常都要做事 因為你不做事 你根本上管不了那塊錢 所以很多那些所謂的大家族 中國人又有句話 叫做富不過三代 因為你管不了那塊錢 你沒有能力去管那塊錢 因為你不夠勤力 不用心去做事 你就管不了那塊錢 那就敗家 那就壞了 那其實這個女人是沒有做這個生意的事 即是頭腦 她只有一個叫做偷騙拐騙 碰運氣的小聰明 那我上條片已經分析過 我就不再在這裏多說了 那接著 她現在因為要出手 要推這個可伯去死了 那我就要再拍這條片 這件事就好像周星馳 那個九賓之謀官裏面那位 即是錄業演員所說 我是為正義而說的 即是世歸廣亡 很正 那就是 為了正義 如果我不出聲的話 我真是對不起自己 所以我真的要再錄這條片去說它 好了 那由頭到尾 這個八一路數下來 就是 他真的要這幾個子女 陷家拿 真是很可憐 我覺得 那大兒子那個 他自己失敗了 或者他也有承擔 即是他的責任 不像某個演員那樣 他承擔他的責任 去撫養國內那個 那這個是他的家事 那至於他們發生什麼事 根本上都不關我們事的 但是這個可伯已經是推了他去死 即是推了大兒子去死 好了 接著那個二仔 他又要推他去死 為什麼 因為 這個可伯是住在他家 但是可伯是自認他自己 有四百五十萬身家 那你住在他家的時候 那個二仔就一生矮 因為如果他下了名 下了可伯的名 可伯有四百五十萬 他說嘛 那個二仔就要即時被火柱起底 那麼 至於違反了多少條呢 就不知道了 好 如果他沒有名 更嚴重 因為可伯住在他家很久 那你容許一個沒有戶籍的人 住在裡面 又是嚴重 所以他二仔又是要死 好了 接著三四不說了 因為他已經爆了 那不說了 接著到最小的妹 最小的女兒 最小的女兒 那他已經數到 他拿了他的四百五十萬 那他一定是想去告個小女兒 但是告個小女兒的時候 四百五十萬 我看過一定要去高等法院 那高等法院 照看這個 如果這個 這個 新河太 要告那個小女兒的話 就要拿他的 那些 收收賣賣的東西出來 拿錢去告 因為我查過一堂 是三千三百四十幾元 即是最便宜 那未算律師 因為高等法院 一定要用律師 好了 那至於這個 新河太 會不會拿錢出來 拚一招呢 那大家都很明白 這件事 就是看一下他的趨勢 那我小弟認為呢 就是 就是 他可能 傻了上來 真的會找他的 他積蓄出來拚一招 這樣就好看了 去到那裡 因為他的積蓄就出現了 這樣還不好看嗎 這個發生呢 即是未發生 我就不說他會發生些什麼 不過我預測到的東西 即是在我說話的意思裡面 即是希望 各位支持者 我的朋友都知道的了 因為 一來 這個 就 沒得翻身了 沒得翻身了 在那一刻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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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候 阿可伯的走勢 就應該是全部 輸了 然後 這個女人 應該是雞飛狗走 因為現在都現了 仍然要推他死 好了 那 來到這裏 我就要 講 一件很可悲的事 就要 提一提 這個女人 有時候 小聰明會害死你 你以前 沒有互聯網禁行的時候 尤其是 我們是香港 我們是文明一點的 我們要自豪一點 我們要文明一點 我們真是思想 我們純正的 即是在這裏生活的人 我們的頭腦 是文明很多的 並不是你們 即是這些 那些 下了爬文爬武 以為錢 就是全世界唯一的 東西 其實 人的感情 是最重要的 在一些先進國家的理念裏面 而這個女人 正正就是敗壞了 我們中國人的 真正的美德 是吧 就是謙厚 她就是沒有了這種美德 所以就醜出國際 其實這件事我覺得 即是如果你說有國安法 有公眾的傳播法 各樣東西 我覺得要查她 反過來 真是 真是要搞搞她 要查一查她 因為你現在是影響著 共產黨管治的 中國香港 那個明星 尤其是 這一個 真是在道德上 不容許的東西 即是 在大眾道德裏面 都認為你是這樣的時候 這些 你是不是會教壞了別人 即是這些 不需要像律師那樣 等官判 即是你有良知 你都不會做這件事 你拔個巴去死 你傻的 是吧 那麼 這一種歪風 即是 錢是唯一 生存的目標的歪風 可以喪盡天良的歪風 你現在就是 傳播到給外國人看 那 難道我們 一般的平民 我們會衰給外國人看嗎 我們現在香港的形象 你知不知道 你衰了給外國人看 這些在外國 有多少人會接受你 個個都說你 是monster 個個都說你是evil 你不懂得聽英文 就是魔鬼 我解釋給你聽 你影響了我們香港的形象 我們本身香港的形象 已經是由鮮明變成墮落 你現在再弄完這些事情 對不對 還有人來投資做生意 那我們吃什麼 這個是直接影響了我們整個的生活系統 關我們事的 什麼不關我們事 即是你在影響我們 尤其是我們做文化界的 喂 一說到香港 喂 我們是香港人的 喂 人家的外國人看到我們 那些外國人看到我們 就踩我們一腳 這些香港人擺金主義 喂 我不是 大哥 大姐 你自己見好就收 因為我在你的生活裡 都看到你還有一點點良知 為什麼呢 這個新河太就是在網上 人家問你兒子的時候 你都會避忌 其實這就是你僅有的良知 那這件事其實 在這裏呢 我看看能否開解到你 或者能開導到你呢 你在網上回答 你說想兒子 以後都賺到多錢的 然後就要大富大貴的 住大屋的那件事 如果你是一個正常人 或者你是一個有良心的人 或者你是懂事 懂這個世界的人 你怎麼會公開去說這件事 原因是為什麼呢 你兒子 你這樣把他推出去 這個image 第一 你兒子都不知道交了什麼朋友 是不是 難道跟你一樣去偷拐片 是不是 那你口中的發達 是不是要靠偷拐片 走粉 那些東西來發達 那就是你的路向 我相信不是的 你有所隱藏你兒子的時候 其實你都還有一點良知 就是說 都不想兒子受到很多人的關注影響到他 其實這就是你僅有的良知 是不是 那你其實可不可以 將你的良知掩蓋你的邪惡多一點 就是你的價值觀扭曲了 你不要屈在你的下一代那裡 你在公眾那裡 你說叫兒子一定要大富大貴 那件事 你兒子能不能夠大富大貴呢 就是一個中六左右的學生 你說你兒子18歲 我先當他這樣 你就已經制定了他要大富大貴 怎麼可以大富大貴呢 在這個世界上 現在經濟這麼差 我就告訴你這個女人 現在經濟這麼差 做什麼可以大富大貴呢 我相信你聽了我這個問題 你一答不到 是不是 我相信很多觀眾 一聽到這個問題 自己都想想 哎呀 怎麼可以大富大貴呢 現今在世界上 穩打穩摘去做一份工作的 已經接近沒有可能是大富大貴的了 你安穩去生活 有飯吃還可以 一般的人 如果你是做正行生意 譬如以前可以你炒樓的 那你都還可以有機會 將你 即是 儲十多年的錢呢 可以翻幾倍都還可以 但現在這個世界穩打穩摘 是沒有什麼機會的 你去買股票 你去買一百隻 都未必有一隻 是可以翻到這麼多倍的 這個是現實的社會 現在真的可以大富大貴的東西 都是一些編章的東西 即是 那些人走粉 是吧 那些人開賭 去賭 那些人就是靠小聰明 希望將錢翻幾倍 那這些 我相信你不是想推兒子去做這些事情 如果你真的連最後這種良知 都推兒子出去 想是大富大貴的話 即是用這些方式去大富大貴的話 那你就真的沒得救了 我覺得你坐一輩子都應該 因為你做的事都不是謀幸福的 你現在只不過是 整個口都是銅臭 正正就是影響 我們中國人的形象 我們黃種人的形象 這些是錯的 你都說到你爸爸說 開中醫館 那樣東西 你爸爸是這樣 滿口銅臭的嗎 即是說他醫人都是滿口銅臭 那醫的人都是為了要診金才去醫那個人 那這些是絕對錯誤的 這種理念 即是你在國內我就不說你 但是你在香港發生 那你這件事在香港發生 你用這種觀念去灌輸給市民大眾 你不是罪是甚麼 這些就是我告訴你的人話 以前你爸爸沒有教你的話 我現在就在這個 我自己這個頻道教你 我都希望可以透過我這段影片 去扭轉你一個惡魂 因為你接下來就無路可走 玩完了 你現在43歲 你還有一番心嗎 衰一局 是吧 你連你以前 修身盲賣的那些 隨時都可以了 你要在香港裡面玩法律 是吧 即是不要壞了路 你去到法律的層面 不是你玩的 你打算看戲那些 嘩 去到法庭那裡 嘩 objection 那樣 或者看看有個王子華的律師 在那裡說一些比較 曹強扶弱的說話 我告訴你 這個世界上真是忠厚的律師 有多少個啊 是吧 這個世界上是有忠厚的律師 但是有很多律師 都是要看你的案子受不受理的 不是亂提的 如果你的案子明知道也不受理的 那就是為了錢來跟你打 很正常的 這些物以類罪 是吧 好了 那 在這裏呢 我也希望他還有少許良知 不要 將他自己的禍害延續去下一代 我也希望他的兒子 也不是一個邪惡的人 在這裏呢 我也當是一個比較年長的人 去跟這位少年說 你媽媽做的事是很有問題 是不會給有正義能量的社會去供應到的 那我也希望你可以做一個很正常少少的人 因為你現在十八歲 難道你走條路 即走到你媽媽這個年代 即是去到四十歲的時候 喂 又是做回相同的事呢 那你如果覺得這樣快樂的話呢 那我就奉勸你一句了 你可能真的被魔鬼誘導了 那我也希望這位年輕人 即是這個新河體的兒子 就不要入邪道了 那KOL各樣東西呢 都希望輕手一點 因為這個年輕人都未必是入邪道的 那都不想是 即是大家呢 即是這個年輕人 走到 進去一個魔鬼 即是被魔鬼收買了 即是 即是 我都是相信正義 相信正道的 那我也希望 即是 我這條片可以 救到他的兩位 看看會不會勒停少少少 勒停少少少 那救人一命是很重要的 在這個世界 好 各位 我們下條片見 那下條片就不講這些東西了 下條片就應該是 我會講金手指那套戲的分析 還有希望接著《英雄本色》這套戲的分析 還有 即是 有一位 留言的朋友 他就 講說 閻明熙有一首電音的歌 其實那首歌 我也想講很久了 但因為他電音的關係 我就先放了一點 放了一點 因為他那個MV 我就覺得有些改進 我想改改他 希望又可以 給多個分享出來 提高一下 這個 藝術的同化 好 下條片見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小弟的頻道 又好像其他KOLA這樣說 訂閱 和支持一下 我們下條片見 希望這條片也帶到正能量給大家 好 下條片見 Thank you 請多分 下次 baz了 按燈 點 按燈 按燈 閉